60多个,就是平均大概一天有一个人自杀 大部分这不是为了病,没有法者医医呢 就为了这个经济问题 犯罪力非常高 现在为了一点钱有人杀、偷、打 打劫 抢老太婆的 杀自己的人的 什么都有 还有物价增长 样样起家 人家的生活怎么办 你在主屋,你知道了 你的水电费 杂费 车费 油费 出门的GST 交通费 种种的 你小孩子 老人家 出去吃饭 有半价吗 没有 你的六岁的小孩 吃的一碗面一样是三块钱 这个负担在父母的费上非常重 我们就在想想 好,那五年前 现在大家拿了八百块一千块块 难道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 还没有 你被他买了这张票 选票之后 你觉得问题没有了 啊,快乐 我还是投PAP 哎呀,他们做得不错 你是在欺骗之地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代表 在国会 真正为你们发表 反对一些不好的政策 你们是会吃亏的 我可以说我们是会吃亏的 我们反对党 是为大家争取一些利益跟福 福利 大家想想 下来五年 你要是再投给PAP 你想下来五年会怎么样 大家想想 会更糟糕 现在很多人说 就业很不错啦 报纸一看 你看报纸 你只看到一面 就好像你看报纸 来判断反对党 绝对不正确的 我们反对党 真的是那么可笑吗 真的站在那边 很好笑 不是这个小动作 现在那个东西 来讲错话 PAP的候选人 真的是精英吗 不得了吗 哇 没有他们 整个新加坡 整个社会会垮 可能吗 所以你们想 在这五年 下来的五年 是关键的 为什么呢 全球的经济不好 新加坡是一个小岛 人家叫The Red Dog 这个Tiny Red Dog 能生存吗 我们到处投资 到各国投资 GIC 政府投资机关 到处投资 有输钱 有没有跟你们讲 要是赚了那么多钱 他应该这个配套 所谓片套 给你们更多 那我要讲到一个重要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反对党在新加坡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反对党声音很小 在国会非常小 对党 谢谢大家